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5日 今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繼續和大家 揭露這個全城最轟動的案件 這個 叫做蔡天鳳 遇害的案件 這個案件 裏面的內容 相當之經歷 引起全城恐慌 也引起 全城震露 現在這個案件 不僅 是香港 引起廣泛關注 甚至乎 國際傳媒 例如台灣 日本 都相繼報導這個窮凶極惡的案件 現在這個案件 可以說 是越揭越愁 裏面揭露出來的牽扯真相 越來越多 一個案件 轟動傳承 裏面被揭發的內容 是 相當之令人震驚 最令人震驚的 是這一班 窮凶極惡的歹徒 他背後 似乎有著 大量 不同的後台 而這些證據 正在慢慢浮現出來 所以再說多次 是甚麼 蓄成一個 那麼恐怖的案件可以發生呢 每一個因素 都是構成 這個案件會發生的原因 我們這一節就是要揭露 原來在這個 慈善手影 的裏面 不單止有這個保安局局長 前一哥 鄧炳強在那裏出現 甚至乎 更加牽扯到其他人物 包括 教育局局長楊潤紅 還有 蕭澤宜 即是現任的警務處處長 今天還有 金利峰 的 朱太 大量的 所謂重量級人物 在這個案件牽涉其中 現在 我們繼續講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視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請大家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手支持 好 裝了Pie Network的朋友 請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好 我們這裡也提醒大家 我們3月18日 就是會舉行一次會議 是跟進我們上一次的網聚 在黑池的網聚 繼續延續 我們會在18日在曼城 就是同軍中心 這個叫做同軍總部 近著曼城市中心 舉辦這次的會議 目的是要延續上次的討論 甚至 是更加多 是比 我們的參與者 發表更加多的意見 參與整個事項 所以這次可以說 是我們本會第一次 是自從成立 上一次成立大典 起動儀式上一次 這次也可以說是 第一項活動 推出 我們繼續邀請我們的會員 或者你上次沒有報名 的人可以繼續向我們報名 出席這次的活動 這次的場地應該都很方便 因為在曼城 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出席 我們盡快組織起來 我們回來繼續研究這個蔡天鋒的案件 在這個 慈善手影裏面 除了看到鄧炳強 原來這個場合還有其他人 在裏面 還包括了 金利峰的朱太 還有 警務處處長現任的一哥 蕭澤宜 我們先從最表面的那一層去看這件事 首先 香港號稱 是亞洲最安全的地方 號稱自己犯罪率最低 但是 窮兇極惡 的一宗犯罪案件 居然被揭發 相繼地 有不同的 調查執法人員 包括 前任和現任的 警務處處長 居然也曾經 出席一個活動 和殺人的疑兇 在同一個場合出現 事件令人質疑 到底 是不是有人 覺得自己 充滿後台 有此無恐 當然我們不會覺得 他直接把自己殺人計劃 打email 告訴這個 警務處處長 還有保安局局長 但是 你會看到這群人有此無恐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為 他覺得自己 在攀 附近權貴 覺得自己背後有大量的 關係可以在必要時動用 所以 膽越來越大 如果 僥倖 殺人越課 不被發現 能夠成功 掩藏 案件一兩年 所有 證據 慢慢被煙滅 他就 存在著 僥倖的心態 覺得自己有關係 覺得自己有後台 可以 在消失案件裏 盡量拖延時間 這個 已經 是最表面 的那一重 來的 只是現在這個醜陋的畫面 一大群人 和 殺人犯 出現在同一個場合 這個已經是最表面的論點 更加深層次的 可能是更加恐怖的內容 但是當然 現在這一刻 未必會有充足 的證據和內容走出來 但是為甚麼 你這班這樣的人 即是做警察 做紀律部隊 還有 搞金融的 朱太 學校 會在這個場合裏面出現呢 這個場合 說就說慈善手影 有甚麼慈善的地方呢 你整班人 都是雙手沾滿鮮血的 其實 這班人就是一直 支持 甚至乎親自落手 對香港人 就是滿手鮮血的人 一班就是這樣的人渣 出來跟你說 大搞慈善手影 本身這個訊息也夠恐怖的啦 結果慈善手影 以及 就是抗港治 本案 主力的兇嚴 還有抗港傑 還有本案的受害者 這個蔡天鳳 在同一場合出現 到底你們之間 是什麼關係呢 還有抗球 抗球被揭發 跟鄧炳強同期 亦都被揭發 兩個人關係良好 經常在同一場合出現 一個全城轟動的恐怖案件 居然 所有這些關係人物 全部 在一個場合裏面齊齊出現 事件令人質疑 到底 在這個 被害者 跟他家裡的背後 還有整個犯罪家庭 這整個犯罪家庭 到底跟你們是什麼關係呢 今天 當然是大大聲出來說跟他們沒有關係啦 不認識 剛巧在同一場合出現 事件 會不會有那麼多臭考呢 其實 當中 最大嫌疑 依然是鄧炳強 鄧炳強 繼續揭發 跟前家翁 抗球 有著 物不可分 的關係 還有一號人物 跟這個 案件有關係 這個正正是 蔡天鋒的前家翁抗球 在2005年 涉及 在旺角警署的涉嫌強姦案件裏面 當時還有一個人物 牽涉包庇這個抗球 這個 正正是現在 特別行政區首長 這個叫做李家超 李家超當年 正在擔任 就是西九龍總區的指揮官 旺角警署發生一件 那麼嚴重的案件 這個 李家超一定是知情 所以 這個案件 為甚麼會做到那麼恐怖 為甚麼 會有 一班人 可以逍遙法外 再去到 爆發一件那麼恐怖的案件 你會發現 這個案件似乎 跟 鄧炳強 李家超 還有蕭澤儀 也是有關係在裏面 整個案件 可以說是越揭越神秘 而女受害者蔡天鳳 本身的家 也是家境神秘 這件事無論怎樣說 越揭越惑惱 越揭越恐怖 越來越發現 有大量港共官員 香港 香港 這班權貴 似乎 有份參與 我們說的是參與 當然不是 有份開車 有份現場出現的那種參與 但是你會發現 他們正正 是這個案件 三名 最低限度 動手的三名 窮凶極惡的匪徒 不是說其他幾個 窮凶極惡 這幾個主力負責落手 這幾個主力落手的人 跟這些 高官 權貴 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整件事非常令人心寒 如果這次 發生的 案件受害的不是蔡天鳳 是其他人的時候 大家想像一下 到底這三個 匪徒 這三個殺人兇手 會被包庇到一個甚麼程度呢 會不會像當年 2005年的旺角強姦案件 又是不了了之 查無此案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 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 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很方便 我們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 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